欢迎收看8月6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受到疫情冲击 菜市场摊商生意大受影响 因此新店中正摊商成立脸书社团力求转型 开创网络新商机 崇光社大与新北市教育局合作 推出防疫影片 疫情小日子屋内的一天 记录疫情期间亲子间的居家生活 停课不停学 崇光社区大学推动线上教学 长辈学习成效相当不错 位于新庄的国家电影中心完工 新北市政府正式交棒给文化部 及国家电影集市听文化中心营运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要带大家认识武术教练王叶豪 因为疫情影响传统菜市场大受冲击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协助新店中正摊商成立脸书社团 希望能够开创网络新商机 适逢父亲节到来 社团推出了好康优惠活动 欢迎民众加入关注相关讯息 自从疫情爆发 传统菜市场的生意大受影响 为了帮助中正摊商维持生计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协助成立脸书社团 希望能开辟新商机 所以从7月份开始 就实地走访规划网络平台 是不是要做一个转型 因为现在反而是电商 电商是在网络平台上的买卖 是销售是整个起来的 所以在我们7月初的时候 那我们就透过 我们服务处的助理们 我们来跟自治会一起坐下来 甚至我们每天都去做问卷调查 说你愿意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网络平台吗 新店中正摊商的摊区 包括的范围是从中正路220号到中正路348号 贩售的商品相当多元 有生鲜 蔬菜 熟食 生活用品等等 脸书团购社团在7月21号正式成立 名称为新店中正摊商团购 目前成员近600人 各摊商可以借由这个网络社团平台 自由贴文介绍商品 现在正值父亲节的到来还推出了优惠活动 我们希望在父亲节的时候呢 推动一些可以促销的方式 从8月7号到8月22号 当然这也是为了将来 因为其实这个疫情 我觉得要清零 其实有一点困难 我们或许未来我们的生活会是 就是真的要转型了 那我们希望带领的这些摊商 我们就以后往网络平台这个方式 新店中正摊商欢庆父亲节好康活动 从8月7号起到8月22号两周的时间 会推出特定产品优惠 折扣和送小礼物 欢迎民众锁定社团贴文发布 如果想要加入社团 可以上脸书搜寻新店中正摊商团购 随时关注好康讯息 记者杨邦友 超方起新店采访报道 在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学校停课 安亲班也没营业 照顾孩子的重担落到了父母亲身上 长时间相处让许多家长很崩溃 因此重光社区大学与新北社交易局合作 推出疫情小日子屋内的一天 防疫宣导影片 记录7岁与5岁男孩 在疫情期间与父母的互动关系 希望借此带来疗愈能量 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讨论一天的行程 相信这样的画面对于许多爸爸妈妈都不陌生 在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学校突然停课 安亲班也没营业 照顾孩子的重担落到了父母亲身上 与孩子相处的时间顿时多了好几倍 的确让相当多家长很崩溃 因此重光社区大学与新北市教育局合作 推出防疫宣导影片 疫情小日子屋内的一天 拍摄7岁与5岁小男孩 在疫情期间与父母的互动关系 疫情之下 其实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最绵密 然后尤其有很多 妈妈可能开始在家带小孩 她可能会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 我们怎么样以家庭关系做出发 然后去就是做一个 就是亲子之间 然后再从亲子之间里面去谈到一些防疫的工作 影片中的妈妈演艺词 其实也是重光社区大学 一日一盘画生活 淘盘创作课程讲师 她表示如何创造一个新的生活节奏 成了疫情期间家庭生活重要的课题 因此整支影片记录了她们一天的生活日常 包括吃早餐一起画画 选择外送餐点 更从日常生活中教导孩子 了解如何做好防疫工作 每个环节都可以看到亲子间细腻的相处细节 这本片其实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做法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怎么样跟小朋友一起度过一些画画 煮饭或者是打打闹闹之间的时光 那怎么样在同时又可以做到防疫 比如说我们在叫外带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买菜 甚至很严重的时候可能连超市都不能去 那怎么样去正确的教小朋友说 这消毒的工作要怎么做 严谊词说长时间待在家的确会造成家人间不少摩擦 但也因为疫情让她有机会体验不一样的亲子生活 希望藉由影片中有趣的内容 能够让大家有不同的启发 必须在心理上或者说生活空间上各方面都要做一些挑战 我觉得应该是更紧密 因为我们必须很依赖彼此的一些内在的平衡 或者是生活空间的分配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而崇光社大强调 屋内的一天带大家从亲人的视角 感受防疫期间的生活 学习实况 相当值得作为社区亲子自学教案的参考 同时也能够提供社区长者 以活泼的角度面对疫情 传递疗愈正能量 记者生平这门期新店才广报道 疫情影响下为了停课不停学 崇光社大也启动线上教学机制 由于社大有许多学员都是淫罚长辈 因此在推动上难度相对较高 不过在老师努力协助下 长辈有了线上教学初体验 也有不错的成效 过去崇光社区大学上课 都是像这样在教师授课 老师可以近距离指导学员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为了让学员停课不停学 社大也启动线上教学机制 部分课程并更为远距教学 崇光社区大学主命江子英表示 因为社大有许多学员 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因此在推动线上教学课程时 难度更高 老师必须花更多时间 引导长辈如何注册账号 下载APP 使用代码进入会议操作等等 我觉得要在这里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社大的老师 在这一波疫情中 老师其实是极力 他的课程只要是语学 老师是极力地配合 社大的线上发课程 那有些学员 他真的就是年纪很大 但是老师其实 他还是愿意辅导 他怎么去线上 那其实因为线上课程 社大的行政人员 都要进去观课 那我们真的看到 很多的长者 他开始努力学习 怎么用线上 虽然在春季班停课之后 崇光社大 只有部分课程 转为线上教学 但只要学习内容 空间允许 社大都极力辅导老师 与学生 透过远距方式 继续学习 江子英主密指出 从他们的观察中 发现有许多长辈的学习热忱 不因此而中断 让人相当感动 其实我们从这个线上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 更积极正面的现象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不追剧 他们可能就是也不会 在line上面去讨论一些 热度比较高的新闻 他们开始比较focus 在学习上面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社大大功能 其实我们怎么样 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发散 让大家其实一直保持 在线上的运端的温度 疫情下线上学习 成了许多长辈的初体验 现在长辈们 不只会发长辈问候图 线上学习也难不倒他们 记者陈平 展门奇 新店财富报导 在今年4月底完工的 国家电影中心 现在正式从新北市政府手中 交棒给文化部和国家电影集 视听文化中心影运 这个国家电影中心 就位于新庄区 未来将可以让 新北影视狼带更加完善 由新北市政府 与中央携手合作的 国家电影中心 在4月份完工 现在正式交棒给文化部及国家电影集 视听文化中心影运 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 我们做到了国家电影中心 在新北的活动 感谢一路上曾经给予帮助的电影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未来不仅是文化产业 也将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和地方繁荣 那能够在新北 其实也是新北的武器 新北因为有国家电影中心 会在新庄 让大台北中心的中心 新庄这个地方 能够发展 能够发展的 不单是文化 更会带动经济 更会带动各样的产业 国家电影中心就位于新庄区 主建筑以时间与空间的文太奇 为设计概念 影厅外墙金属曲面造型 象征电影的未来与科技感 立面遮阳格栅 则象征时间的流动与雕刻 内部包含了200人大影厅 50人小影厅 内装设备都是最高规格 在施工期间 虽然碰上了疫情 但仍一一克服各项技术问题 如今完工并且完成胶棒 将会让新北影视狼带更加完整 也将共同持续发展台湾的文化实力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号继续来看用心爱台湾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网免行动 大新店宽屏1G超大平凡 WiFi6新世代上网 让你标网有感 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2917 3939 疫情升温期间提醒您 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你我健康 大新店提供各项不出门 也能轻松缴费的便利管道 您可透过LinePay 接口支付 橘子支付 线上刷卡 网络银行ATM 官网线上缴费等电子缴费管道 避免零贵缴费的人群接触 欢迎多加利用 让我们共同做好防疫 一起守护家园 台湾加油 武术教练王叶豪 争常散打 跆拳 拳击等武术 除了曾代表台湾 在国际武术大赛中获奖外 也曾代表台湾 担任赛事总教练 走遍国际赛场 如今王叶豪是新北市 陆江国中武术队教练 八年来带领各界同学们 练舞参赛多排武术 不但让同学们爱上武术训练 更因此对陆江国中武术队产生更多热情与向心力 也令学生家长感到心服口服 他证明了武术不只是运动 也不只是记忆 更是一项让身心合一的正向人格教育 我希望说即使有一天我不想死了 这个团队还能聚下去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的文化能一直下去 而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这个文化 因为这个团队 我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精神成年的 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 我会努力做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即使没有我 他们也可以很好 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一种 早期的时候 我也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 去要求这些学生 当时我就用我教练给我那种 非常严格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训练 这样严格的训练说真的 很快就有成绩出来了 大概是三年前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 就对上发生一些事情 就说我可能太严格了 家长他威胁我 威胁我说要告我 他说他有保留法律诉讼权要告我 其实我当然也不能怪小孩子 因为这些学生是我教的 我就反省我自己 我这么严格去要求他 那就是你领导风格所造成他的反应 他怎么回馈你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说 你要去思考你自己 跟现在这群学生 他的习惯 跟我教学模式 怎么去让他更密合 那这样才回馈一个叫团队合作 互相信任 这样我们去比赛的时候 是两个打一个 我不是他打你的 你讲你的 这样没意义啊 所以今天我觉得说 真正的教育者 应该不是站在一个 成竹的角度去看待他 应该是站在一个真心能关心他 协助他 帮助他的方式来教育 我觉得他会比较符合人性 好 太好了 来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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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想說我要更優秀了 因為我怕教不好他 因為我覺得說他們都要成長 教練也要不要成長 所以我的訓練模式其實一直在改 因為每個的個性 然後整個趨勢的打法都在改變 所以我覺得教練不能自己用一套方式去教 教練要一直去了解說 現今的訓練有什麼樣的方式 他有什麼樣的戰術 他不含營養心理或體能或重量訓練 這都是教練必須要去學習的 還有怎麼去管理一個團隊 那怎麼讓每個小孩子 可以確確實實把他的感受講出來 接著來看波波亞提供哪一些地方上導活動訊息 接著來看波波亞提供哪一些地方上導活動訊息 現在申辦依據光鮮上網指定方案 加高畫質數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元 立即想馬搏電視電話 再想高畫質網路攝影機 速洽2917 3939 防疫在家也要健康以下 每月只要299元起 同時申辦光鮮上網指定方案 再想一年VIP與網路攝影機 申辦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文化局推出 易遊新北藝文數位平台 為疫情下的防疫新生活 持續注入藝術文化教育 詳細資訊請至文化局官網 或易遊新北網站查詢 新北市動保處推廣動物醫院 遠端問診服務 自主若有居家看診需求 可以向動物醫院 申請線上視訊問診 並以宅配方式取得藥物 減少外出 確保自己與毛寶貝居家防疫安全 府中15首次推出 線上版夏日宅家動漫數位夏令營 自7月26日至8月11日 針對7至12歲國小學童 規劃一系列實價流行的動漫主題課程 活動詳情與夏令營資訊 請假府中15官方網站 及臉書粉絲專頁 以上的新聞內容 可以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線電視的YouTube 臉書粉絲團 以及官網上查詢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門奇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 按個字幕提供 按個字幕提供 成功之中 在這邊 看看 進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